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6日战争中,以色列起习埃及,取得大胜。战后统计,以色列阵亡900人,伤4500人,三个阿拉伯国家,阵亡2万人,伤4万人,被俘6500人。 以军损失战机26架,坦克60辆,却击毁了对方400多架飞机,500多辆坦克。 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。 1982年以色列把西奈半岛,归还给了埃及。 叙利亚的戈兰高地,却至今仍被以色列占领,看起来是不想归还了。 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,同时被占领。 战略价值都非常高。 为什么以色列只归还了西奈半岛,却不归还戈兰高地呢? 1.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,重创以色列。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三年,埃及总统中东雄师纳塞尔就去世了。 新总统萨达特上台后,想与以色列谈判收回西奈半岛。 但以色列根本不理萨达特。 萨达特立即开始策划武力收回师弟。 精心准备两年后。 1973年10月6日, 埃及在以色列赎罪日突袭以色列。 同时,叙利亚也加入战斗。 加基以色列,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,也叫熟罪日战争。 在之前的三次战争中,以色列都是大圣,从上到下都有骄傲自满情绪。 因此,以色列人低估了阿拉伯人的战斗力。 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大亏,埃及只用三天就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。 建立了坚固的防御阵地,打破了以色列国防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 叙利亚在战争高地,也取得了很大进展。 当然,开战14天后,以色列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,还是稳住了阵脚开始反攻,并杀入埃及本土。 逼近叙利亚首都大马赤格。 最后,美苏介入。 双方停火。 以色列在战争中,损失了400辆坦克。 阿拉伯人损失了2250辆。 以色列损失了102架飞机。 阿拉伯人损失了432架。 以色列有2656名士兵,在战争中死亡。 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。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讲,是以色列赢得了这场战争。 但每一个以色列人心里都清楚,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输了。 因为以色列国小人少,2600人相当于以色列人口的千尊之一。 而巴仙对阿拉伯人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。 再有几次这样的胜利。 以色列就很难在中东生存下去了。 二、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和解。 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。 萨达特在战争中,让以色列人吃了大亏。 随即提出和谈。 这一次以色列只能同意。 经过数年的谈判,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,并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。 埃及是第一个这么做的阿拉伯国家。 萨达特与拉宾。 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,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。 三、美苏给以色列施压。 美苏都不希望中东战乱。 美国也不想让以色列过于羞辱埃及。 太不给阿拉伯国家面子。 起码让双方都有台阶下。 四、以色列不想两面树敌。 如果都不还。 战略压力有点大。 既然埃及比叙利亚强大。 那就不如与埃及和好。 专心对付叙利亚。 总结。 以色列本来两个地方都不想归还。 但埃及在战争中的表现,让以色列认识到埃及的实力。 再者,埃及率先承认以色列,并签署和平协议,也是破天荒之举。